秋天是种蜗笋的最佳季节 蜗笋小苗移栽几个星期之后 就会长成一片小森林 朋友们好 欢迎光临采烟游士的频道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 我将向大家介绍秋蜗笋的育苗 那么什么是秋蜗笋呢 秋蜗笋就是秋天种植的蜗笋 同理春蜗笋就是春天种植的蜗笋 今天我只讲秋蜗笋的育苗 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春蜗笋的育苗 蜗笋种子的最佳发芽温度是15至20度 如果气温超过30度 则出苗率很低 我一般在8月1日左右秋蜗笋育苗 而这时候的美国北方 是一年四季最热的时候 气温经常在30度以上 为了提高蜗笋种子的发芽率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在室内育苗 出苗后搬到室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操作 第一步准备材料 营养土 育苗盆 一套两个育苗托盆 一个底部有孔洞 一个底部没有孔洞 当然 莴笋种子是少不了的 莴笋种子放大了 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步 装土 在育苗盘里放满营养土 90%满就可以 轻轻按几下 然后把土摸平 将装满营养土的育苗盆 放在底部有孔洞的育苗托盆里 在底部没有孔洞的育苗托盆里加一些水 再把育苗盆和底部有孔洞的托盆放到水里 让营养土吸足水 第三步 撒种子 在每个育苗盆里 均匀地撒三至五粒种子 撒好种子之后 轻轻地按一下 但不要把种子按入土中 莴笋种子埋太深 会降低发芽率 种子撒好之后 用喷雾档将种子淋湿淋透 插好标签 标签上写着莴笋两个大字 第四步 将育苗盆搬到地下室或者空调房间 一切准备停荡之后 在育苗盆上面盖一个托盆或者硬纸板 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一小时之后 我急不可耐地看了看 种子没有发芽 12小时之后 我再去看了看 种子还没有动静 也许 我要更耐心的等等 24小时之后 莴笋种子开始漏白了 36小时之后 长出了很多根毛 48小时之后 莴笋种子的胚芽被顶了起来 48小时之后 莴笋小苗就应该移到室外了 第五步将育苗盆搬到室外 移到室外之后 把塑料盆放在大树下或者只有早上有太阳的地方 二至三天之后再逐渐增加日照时间 这是育苗之后十天的莴笋小苗 两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建苗了 如果舍不得建苗 也可把小苗移到其他育苗盆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要注意小苗的管理 小苗需要浇水 不要让小苗干死 小苗可以隔几天 吃一点水溶性化肥 浓度为推荐浓度的五分之一 如果天气预报 有雷雨和冰雹 要把育苗盆移到安全地带 等收获了下菜 就可以把莴笋小苗移栽到菜地里了 然后 然后就有吃不完的莴笋了 吃 吃 吃 一直吃到天寒地冻 一直吃到地老天荒 最后 我们一起总结一下 秋苗笋育苗的要点 一 育苗时间非常关键 二 苗笋种子撒在图表即可 保持潮湿 但不需要盖土 三 开始的48小时 要放地下室或者空调房间 四 发芽之后即使搬到室外 感谢光临采烟油市的频道 祝你菜地里的秋莴笋 长得像小森林一样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转发represented